一 請休閒 為我們請教大家 必實性的一個演出 高雄青年路上的家具街 為了重塑商圈形象 近期和藝術家屠龍合作 在中山二路和青年一路口的人行道上 創作3D地景彩繪 7日下午市長陳其邁也親自前往站台 並當場席地而坐拍照搶當網帥 我們也做好規劃 協助我們商圈在疫情的衝擊之後 再重新能夠 不管是數位轉型或者是我們的街坡再造 讓我們整個商圈的買氣跟景氣可以回復 這邊是一個家具街 我們的創作主題就以家具來做為創作的主題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上面有創作 利用沙發 床 椅子 各種家具來做一個組合的創意 商圈理事長邁迅嘉表示 青年路家具街是全高雄品項最多最優質的家具商圈 在年底這一波將會有許多的商品促銷 有需要的民眾可千萬要把握機會 配合了這一次的這個3D彩位的發表以及懸日的活動 我們也提出了111商圈的特會的活動 那在我們的商圈的臉書粉絲專頁 我們都會提供許多促銷的優惠給大家 來歡迎大家一起來青年家具街走走 另外11月11日到13日 萬眾矚目的青年路旋日將登場 也歡迎大家選購家具之後 別忘了欣賞這難得一件的美景 記者吳秉原高雄報導 讓大家看見大家的確您的視頻 字幕提供 看見大家看見大家的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